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你好 大家好,Della好 袁醫生,今天不如替我們聽眾討論一個 可能常見到的問題 就是一個寬關節的毛病 Hip joint的毛病 相信很多時候都聽到 家裡的長者、老人家 可能出現了一些關節的問題 需要去醫院做物理治療、針灸等 很多的治療 但最終醫生也可能叫他們做手術 要整個寬關節更換 而在最近一些娛樂新聞裡 也看到歌唱的天候、李敏、Coco 在病歷史上 他也有出現了寬關節的問題 而很困擾到他,令到他很痛 作為一個歌手 要站在台上 也有時候要跳舞等情況下 這也令到他很困擾 寬關節的毛病也很嚴重 對於一些現代人來說 寬關節也是一種常見的 很多人都遇到的關節的問題 屬於一種退化性 Degenerative joint disease DJD 即是一種退化性 跟女風濕和痛風有些不同 很多人到年紀大了 都是慢慢地發現 很多人走路走不了 因為寬關節痛得很厲害 我們在最近新聞裡也知道 原來你問他 他出生的時候已經有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我們通常叫做 Heat Displasia 即是寬關節的寬關節 生得不完整 出生的時候不完整 或者有一點鬆了出來 有時候是天生的 出生的時候出現的 通常醫生都會幫助他做一些BRACE 即是包住他 把腳扭回他 扭回位置 接著就拿些包紮 即不是打石膏 總之令到他 所以他慢慢關節 慢慢關節會進入手袋 不會走出來 一般都是這樣處理 我亦遇過一些這類小孩 年輕的時候出生的時候出現 但是現在從李敏所說的資料 其實又不是這麼簡單 因為他有這個問題 但這個問題一直都是困擾他的 从小到大一直是困扰他的 所以不是很容易处理 有时处理不好,会很久也处理不了 当然在40年的经验里 我也遇过很多病人出现这种问题 是不同程度的 当然来找我们的都是很严重的 有些病人是拐杖 是两只拐杖走来走来走来 但他可能堅持不想用,不想开刀 当然大部分人都在吃药 吃过很多消炎药、止痛药 但始终那些药不是医关节本身的退化 只不过帮你消炎、止痛 但关节的退化过程 其实往往是没有帮助 不单是没有帮助 其实是会令到加速的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资料 很多人吃药 表面就觉得没有那么痛 硬得到 如果没有那么痛,代表病情很转 或者受控 其实原来的真相是不是的 发现很多时候这些关节炎的药 会令到你的关节炎本身的退化加速了 虽然表面好像控制了一部分的痛 但当然退化的步伐是加速了 没有减少了 就是反效果 不可以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痛 控制了 慢慢退化了 但其实不是的 在背后的底子里 其实更退化更快 比你不吃药 没有吃任何药 更退化更快 所以在我们自己的经验 如果有些人拿拐杖来 不想开刀 如果有一次有家人 有几个家人的姐妹 每个人都有的 在不同程度 最严重的就是拐杖 很辛苦的进来 我也有些病人 已经退化到痛到 要考虑开刀 当然医生都可以给你吃药 吃药都没效 任何他能做到的事情 注射、打雷固醇 什么都做过 最后因为他不会阻止病情 只不过是表面令你好似觉得没有那么痛 也有些病人开刀之后 过了一段时间 然后又复化 当然医生就再去多一次 所以在我的40年的临床经验 我认为很多这类的病人 不同程度上 很幸好在我们治疗之下 大部分都可以的 但当然不是容易的 你还是要慢慢慢慢来 因为始终这些问题是几十年的问题 不能够说几个月就会痊愈 不可能的 但也是令到病人 可以不用再开刀 因为开过了 开过后又再碎了 始终开刀也是有危险的 所以在我们的医疗里面 我们也有相当多的经验 处理不同阶段的宽关节问题 不断的退化问题 既然宽关节这些毛病 都是退化性的关节问题 当然手术就会变成 现在经过于医生的解释 一般手术不是只有唯一的方法 可以有其他的工具 可以帮助病人 怎样可以将退化的情况 拖慢或者扭转 麻烦袁先生 不如帮我们介绍一下 病人可以用什么方法 去将宽关节这些毛病 怎样可以正确处理它 很多人都觉得 看你损坏的程度 如果你发现 以前你的关节已经变形 不是圆绿绿的波 你觉得应该没得够 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 直到我看了一本书 那本书有一个X光 是讲病人的情况 其实可以这样说 那个关节的空间已经收窄了 但还有它已经变形 变形的时候 基本上你肌肉都不太能移动 但结果都用自然医疗的方法 都医护好 包括用营养、物理治疗 结果都完全医护好 即是身体的康复能力很惊人 我自己的医疗方面 我除了用同盟疗法 也有用营养素 很多物理方面的治疗 也有多方面的 当然营养方面 也要有些骨质其他营养 包括MSM、痘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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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痘瘍等 这些使命大家可能都听过 尤其痘瘍、痘瘍等 那些痘瘍等 这些氟瘍、痘瘍等 其实很多人也知道 因为很多这种产品 当然这是需要的 我也要用的 但还有一样东西,关节最重要的特性是要动动 关节不动就会退化 很多年前我在加拿大读脊医的时候 我记得我看了一篇文章在多伦多大学的一篇雜誌 其中讲了一个骨科医生 他做了一个实验,把白套的关节绑住了 一段时间后,几个星期之后 关节就退化了 很明显,他什么都没有做,不是让他受伤 只不让他不让他动 就看到静静一直退化 结果当然,治疗的方法就是让他移动 关节其实是要移动的 所以在我们的治疗里面 我通常都会安排病人做一些透热治疗 有一些微循环的热治疗 起码是令到关节暖、热、鬆 我们用微循环加速的方法 令到关节附近的微丝血管循环加速 即是比较多些血液滋养 令到关节的康复更快 我们通常都会安排病人做治疗 接着我会用手疗的方法 将关节的移动范围加强 或者我会拉他的脚 让他的关节打开一点 这是我基本做的 当然我们有小灵精 有病人自己会买回家 在压痛点做 这个也会帮助 所以我有一种特别的物理电疗工具 这是我的基础 营养素基础 最重要的就是用铜外疗法 在铜外疗法里面 我们要考虑很多 其实我们有关节方面的 keep joint这个问题 有过百区疗劑 很多区疗劑 所以铜外疗法很多时候 为什么这么好的医疗 不是那么多人用 简单来说 其实也不是很多人用 其实也很多人用 只不过香港人 中国人对铜外疗法的接触认识 是比较少的 其实铜外疗法是属于第二大的医疗 全世界来说 有80个国家 是有政府认可的铜外疗法医生 很多都是普通西医 再专读铜外疗法 也有些国家 分开铜外疗法医生的训练 就像中医那样分开 所以这么说 其实很多国家 很多地方都在用这个方法 为什么铜外疗法 不是成为第一大的治疗呢 其中一个原因 当然 经济上的原因 就是它不赚钱 为什么不赚钱呢 其实有任何方法 很快令你的病好 你不会成为一世病的人 其实就已经不赚钱了 没错 还有它的药是很便宜的 但是最大的问题 铜外疗法是很难用的 你说义学 其实也不是义学 其实又不是容易学 也不是更加难证 为什么呢 铜外疗法来说 譬如我刚才所说 宽关节的问题 我们过去有过百只的疗剂 是成功运用在医抑到宽关节 我们不是说有几只疗剂 只是医抑到宽关节 其实是很多都可以医抑到宽关节 是不同程度 好了 还有同样的疗法 每一只药是可以医抑到很多不同的病 你记住 不是说一只药就是这个病 其实每一只药也可以医抑到很多 而每一只药的应用的症状 是相似的 差不多是重叠的 所以在一个医生 在一个临床上去用同样的疗法医病 其实是很困难的 你要考虑很多事情 你要收集很多资料 不是说是这样的资料 因为大家都重叠 最后你怎么决定呢 其实是非常难的 我觉得这是原因来的 所以导致同样的疗法 不是那么多人用 不是那么普及 因为真的用的人 用得好的人是很少很少 用得好的医生是很少很少的 因为曾经在美国 在某一段时间 有很多同样的疗法医生 譬如有20,000多位 但真真正正做得好的医生 可能有300多个医生 这是一个同样的疗法 如果用得不好 你都拿不到效果 还有始终什么病也好 有时都要时间 不是说有一个很厉害的药就很快 也要视乎病人本身的体质 病历 过去病的破坏程度 所以很多时候 就算我们有很好的工具 在手上 对很多的病况 我们都要时间 宽关节 可以这样说 我们试过很快 但也需要很久 因为似乎是你退化的情况 没错 刚才袁衣医生给我们解释了 宽关节 其实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退化性的问题 很多时候也困扰了很多人 在日常生活上 当然在今集的时候 袁衣医生会带给我们的听众 其实是每一种病 都会有一个新的希望 可以处理得到 我们下一集回来 就继续请袁衣医生 帮我们解释一下 或者介绍一下 如何用其他 刚才提过的 有百多种疗剂 选择一些常用 或者可以适合到 听众可以运用的疗剂 去处理宽关节 无病的问题 一会回来见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ling.com.h 欢迎回来第二节 原网台的自然疗法 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就是宽关节无病的自然疗法 上一集时段 我衍生解释过 在我们的中心里 衍生的临床上 处理了很多不同类型的 宽关节褪化问题 由很轻微去到很严重 甚至乎可能是家族性 遗传病人的临床经验都有 也说明了 在宽关节的问题上 手术不是唯一方法 也不是最好的方法 是最成功的医治方法 除了在我们袁医生的诊治下 病人用营养的补充 让我们用一些治疗性 帮助养分、燃养、血液 再补充到关节 最重要的是 刚才提过 不容易学习 甚至非常难的精确 就是同类疗法 袁医生帮听众介绍一下 临床上有什么疗剂 对于宽关节的毛病 可以常用得到 让我们听众也了解一下 首先大家要搞清楚 当你用刀把关节切了换了 其实是什么呢 即是说我不懂得医 我医不了 我医不了 我只能够帮你换了它 换了它 在临床技术上 我们不可以说医好 只能够说没办法 那就换了它 但是真真正正的治疗 医好就是将它本身的关节 功能的结构 回复接近以前的状态 可以继续用 这样才叫医好 所以你说开刀 开刀肯定不是一个好方法 只不过是没有办法之下才用 是否有效呢 你也看到了 我们听到传媒的资料 李敏是从小时开始有问题 然后他又用了针灸 他妈妈是一个针灸医生 他也去开刀 其实他能够做的事 他都做了 很可惜他是没有用这个方法 可能他没有遇到 其实我们有很好的方法 我们要考虑 当一个病人有这类问题 尿剂很多 所以我们要小心拿足资料 从百多只疗劑里面 选择一只 我们认为最适合 我们选择的资料其实很多 我们有本字典 字典说了症状 叫做repertory 每一个症状 跟着有几只疗劑 有百多只疗劑 有看到repertory的资料 有很多 包括这个问题 是否受伤出来的 如果是因为injury injury之下 有几十个疗劑 看疗劑的疗劑是否在左边 还是右边 很有趣 在同一个疗法上有分别 如果是左边的关节问题 疗劑会不同 右边的关节问题也会有不同 痛有很多痛法 有些是一种刺痛 有些是抽实的痛 有些是神经的痛 不同的痛症之下有不同的疗劑 还有一个情况 我们看看 到底在什么情况之下 令到你的症状更差 或者更好 我们叫做repertory 好了 其中就是 例如你说 我躺下的时候 会特别痛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有些时候 我动它就会痛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合理的 你动它就会痛 不动它就会好些 所以要看很多情况 尽量了解多些 热肤、动肤、移动 会不会有什么 令它不同 痛方面的部位 有没有走势 那些 我们都要拿完之后 接着我们就会去 每一只疗劑去研究 哪一只疗劑是最有机会的 我和大家分享 在我的经验里 我都有好几只疗劑 但我还没有使用一百只疗劑才能治病 通常有几只疗劑是常用的 我最常用的疗劑 可以这么说 是马律子 esculous hippocastainer horse chestnut 中文我们翻译叫马律子 这个可以说我是常用的疗劑 你看看医学本草纲目 他说这是对于蜂关节 退化性蜂关节是主要的疗劑 那种疗劑是Aking pain 是冤痛的 Hip和盘腔那种疗劑 还有那种疗劑的痛 影响底骨和蜂关节 主要的疗劑是这样的 他坐在这里之后 隔起来是很难的 要试很多次才成功 他想着不行 又坐不下去 又要隔起来 这个就是他坐久了 他起来是很辛苦的 这是一个马律子 很关键的症状 还有走路是差的 他不走得多 还有向前弯也是差的 这个是关键的症状 还有他觉得在关节 是SICAL ELECT 我觉得很软弱的这种感觉 如果我们的病人能够很清晰地说到 在这种情况 就是说他坐了起床的时候 起不了身 起床之后走不走得太久 走得半条街 一条街就顶不住 很辛苦 如果看到这个情况之下 我会第一时间 考虑用马律子的疗劑 这是最常用最常用的疗劑 我讲回我自己用开的疗劑 其中我用了一个是CALCAP 碳酸钙 碳酸钙是一个很大的疗劑 通常是跟骨骼有关 碳酸钙有什么关键症状 令到我们想要选疗疗劑 其中一个碳酸钙的人 会觉得四肢很软弱和震 它是弱度震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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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 陆震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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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 都是濕濕濕濕的,跟他握手 膝头哥也会出汗 也容易小腿抽筋和脚底好像温温損損 丐盈的人都是肥肥白白,努力做事,很进责 也做事很谨慎 这个人是怕潮湿,触果比较弱 很多时候整个人是个丐盈的人 这也是经常用的疗剂 我发现很多病人都在这种状态下出现搬关节的问题 另外一种疗剂叫Costicum 这个我经常用在病人里面 这个我们叫做Oscenicum 是Costicum Costicum的症状重心 病人觉得自己的根基是缩短了 好像是缩短了,或者他发现他的肌肉有局部的单独肌瘫 觉得很重和很软弱 手也会有麻痹和震 最重要是他说到 我脚筋的肌肉好像短了 有时膝头后面 他觉得好像拔实了拔实 或者大腿的时候 感觉肌肉是拔实拔实的 当然走路不稳定,很容易跌 这个都是常见的 宽关节的病人常常有这个问题 脚筋、脚趾、小腿抽筋 最重要是病人告诉你 我的脚筋肌肉好像缩短了 看到这种情况之后 我们会想到 是Costicum可以用得着的疗剂 另外一种叫做Carly Carp 是碳酸甲 亦是一个关节常用得着的好的疗剂 这个Carly Carp的重心 你会发现 它的关节里面会变形 即是关节变形 尤其是手指和小关节变形 好像有很多结节 这类的情况 很多时候 它发现脚会突然失体无力 失体无力 手和脚都很冷 尤其在笨掌床时很冷 也会有一个很有趣的症状 这种痛 会由宽关节开始直到膝盖 这个Pain Hip to Knee 这个很有趣的 而且脚底很敏感 脚掌和脚底是非常敏感的 这个也是一个常用得着的 宽关节的疗剂 就是Carly Carponicum 虽然有百多只只用的 我大概只有五六只常用的 除了这个Nedmure Nedmure是绿化蜡 通常人都不会整体去看的 他人比较瘦瘦 尤其是颈部瘦 很喜欢吃咸的东西 他人的性格也比较内咸 很多时候把情绪收起得比较多 这种类型的人 另外一个疗剂 就是Kell Fleur 那个氟化钙 通常关节开始有很多骨齿出现 有一个X光体 原来那个关节 已经不平滑了 骨齿已经暴露了 他人通常是比较瘦型的 和Kell Carp 碳酸钙的比较肥肥白白 Kell Fleur 是比较瘦瘦满满的人 但是很多时候骨齿很容易在X光看得到 另外一个疗剂 当你的疗剂是左右走来走去 一会儿痛 这个情况很明显看到这个症状 我们考虑了另外一个疗剂 就是狗乳 狗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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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没有狗乳乳 做出来的疗剂 这是左右走来走去的症状 还有一个疗剂很有趣的 如果你看到病人说那种疗剂 就好像刀刺在他的宽关节 这个疗剂是Stramonium-曼陀罗 还有一些常用的疗剂就是野角 如果大家听过节目 都了解我们经常有港琴的疗剂 野角的疗剂通常是僵紧 很僵实 热肤舒服 冲个热水凉 浸个热水凉 有时是神僵之后的时候特别僵紧 但是走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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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越走越松 越舒服越走越松 这跟马律刺不同 马律刺不想走得多 走得多就会痛得更加热 在我临床上的宽关节 我觉得大部份的病人都可以改善 但是要去到完全没有事 就需要很长时间 大家要理解一下 因为我这些病人都是开刀之后 再也不行了 还想再开第二次 起码不用再 开刀 其实记住 开刀不是正确的医好的方法 医好的方法要令身体的功能及结构 恢复以前的状态 才叫做医好的 同样的疗法 这个宽关节的效果是非常好 是的 袁医生刚才介绍了几个临床上 40年的经验临床上处理病人的成功例子 疗势等 让大家去认识一下 当然刚才也说过 其实每个案例都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只不过在大电波上 我们可以透露给定众听 其实宽关节的问题 是很常见的 其实也困扰了很多人 大家一直都知道 坊间上 除了用铝固醇、烧炎药等 只是慢性的控制住了 其实刚才说过 某程度上可能加速了退化 手术也不是真真正正的帮病人 去医治好本身的问题 但是经过我们用了自然疗法的方法 用一些营养 补充关节的润滑度 亦令它有能力去移动 使用同类疗法 可以达到一个 试半功倍的方法 刚才说过 每个案例都不同 所以不可能一刀切 什么时候可以好得到 因为也要视乎 病者 身体的康复能力有多少 但是起码大家有一个新的希望 不需要令到退化性的问题 都好像没有效果 当然 大家可以在家中常备了一些疗剂 可以在刚才说过的疗剂 但是在上面 不是说你一定去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是可以用到的 但是譬如好像刚才那个马律子说 很多人都说 未到一个复根关节很退化的时候 但是坐得久起床的时候 都会有些觉得困难 痛的时候 有这些问题 你应该可以尝试用了这些疗剂 及早去处理了你原有的问题 比等到它们恶化了之后 才再去找正确的医疗方法去处理 这就更加困难 所以家中常备了一些疗剂 就可以达到有鼻无患及早治疗的方法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我们刚才提及的疗剂 或者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3w.sourcewadio.com 或者上YouTube搜寻战疗法语理 就可以联回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感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